拿着肥料包公开展示成果 台中市中心大学土染环境科学系教授杨秋中表示 利用校内的枯枝落叶回收利用示范工厂 将校内的枯枝落叶三个多小时内就分解成有机肥 比起传统的堆肥需要三个月起码快上了数百倍 利用很长的时间可能两个月到四个月的时间去发酵 那我们的技术呢已经是几小时就可以 一般我们枯枝落叶大概就是三小时就可以反应完成 所以这在时间上呢就是一个最快的方式 另外就是这个技术上本身呢就是 它不会有二氧化碳的释放 也不会有脱氮或氮的损失 它制成力是百分之百 杨教授表示 传统处理枯枝落叶多半不是焚烧 就是采传统堆肥 只是传统堆肥需要三个月 维生物才能完全分解 不减废食又占空间 因此在科技部萌芽计划的补助之下 三年前开始在校园新建回收市份工厂 通过打碎添加酵素 还有加温杀菌等三个步骤 三个钟头内就能够快速制作出有机肥 快速的流程呢主要就是要把它碎解 就是要表面积增加 就是反应的这个表面积要利用碎解的方式解决 再过来呢就是利用酵素呢 让这些会造成障碍的这个部分呢 反应完成 消防指出 目前的工厂每天可处理9立方米的枯枝落叶 制造出1.5立方米的有机肥 并取名叫做大永肥 而目前是摆在实习商店来贩售 希望未来能够将这套技术产业化 推广到全台的各校园 记者李介绍台中采访不到